你救父 死得早 你们祸世全族 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 我和陛下 都盼着你能早日成亲身子 好为你救父全族 供奉点香果 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 无人祭拜 成了孤魂颜谷 至于 有人要挑剔你香果 你心腹 那都是放屁 是 我也盼着紫盛早日接亲生子 你看那城市 年幼身小 门第不喜 怎堪以十一郎为配 我家宇昌呀 你家孙女有你这种欺负人凶长 死得早的大幕 欢事就甭想了 你 你 你武力长辈 子轩 你可听好了 你想娶谁 你就娶谁 你不想娶谁 没有人可以逼迫你 如果还有人 能拿欢事来要挟你 那他 这要让他胜不得 此也难 听起了吗 我 我 我就是一说 子盛的婚事自有陛下做主 旁人哪能多言 我就是想让淳于是 受到应有的礼贷 好 要说霍家影事了 子盛两口子留下 其他的皇子们都退下 你为何要护着霍金华 当年活该差点害死你 叔母 我与霍金华之间的关系 还用得着您这位长辈来挑拨离间吗 我与他相识几十年 便结仇几十年 他泼过我热汤 我撒过他铁钉 有一次他还匡骗我出门 让我险些遇了匪贼 正是啊 既然如此 如此什么如此 即便他人品再不堪 那淳于是也不是个好东西 叔母 我劝你还是悠着点 别为了护着他 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你又是再为淳于是说话 我就要评论评论 叔母您的功绩 下回我可不会再剪开众皇子公主了 你们提及过往 我也插不上嘴 如今这顿饭也算散了 待会儿我们去凤贤店 祭奠获释全足 阿恒妹妹 你也一起吧 不然呢 我出永乐宫 不也正是为此吗 今天这是闹的 来 来 哎呀 啊 瞧什么呢 这般出神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继统阿子将贡萍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继绑 你在长丘宫灵训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丸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便好 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神 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慎到时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都奏请太子殿下令取册飞 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并非与楚飞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 楚飞 我说得可对啊 三公主 三公主 此处还未布置妥贴 还请三公主一步偏店休息 我是特意来寻楚飞说说话的 今日在席上 楚飞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楚飞性子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飞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助导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飞凑不起银钱买呢 耽误霍将军祭祀 以我皇兄对楚飞的厌恶 怕是不会为你辩解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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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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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三公主 可曾伤着 少假惺惺 承上伤 三公主 给我等着 至少收拾你 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 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 我也早已习惯 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 怕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好笑 明明是三公主 非要上一个报护伤骨似的 这么爱炫耀 当年圣上四处征战 岳飞随军 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 小月侯夫人出身伤骨 那些伤骨女娘素日最爱盘比衣裳首饰 所以也养成她娇涉的性子 身上处处提倡节俭 她还穿得这么花质招展 也不知道何来的银钱 她跟着小月侯自然就有生前的法子 不似我这般 娘家也靠不住 你既得罪了她 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些 她性子乖张 牙字必报 我也性子乖张 我也牙字必报 日后 就看谁报得过谁吧 太子妃 刚才她说的沧海故人 是谁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 父亲也罢 是谁 她是谁啊 她又不到你了 你了 现在来 我了 你了 她别了 你了 那是女人了 我再也不能同心 那她尊天 直到如今 死人已逝 也就不得为变了 凡我文氏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祸事 介意我们的 子孙啊 给你丘夫 磕个头 让他好好看看 你如今的模样 为祸事家族上香 记忆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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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别烧起来 快 快灭火呀 快快快 灭火呀 快呀 别愣着 快将三公主的外上脱去 别 别偷啊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群 我让你换也不换 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 给我拖了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一定是你 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故意害我出丑 今日获释祭奠 谁允许你穿成这样 这已经是三令无人 在宫中要杜绝赦密之风 一霄殿下 而你呢 怕朕的这也当成了耳旁风啊 在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 父皇恕罪 对 我本是无心的 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 才得知祭奠仪式 又着急去长丘公府五言 一群已无法更换 所以才不得不用 母妃外袍遮掩的 或是祭奠每年一次 你若不记得 那更是可恨 你身为公主啊 是天下之俸禄 却不曾将建国的恩者 明居于心 着实改大 父皇 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 还请父皇重重责罚 只是此为家事 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 不便当着霍侯的面 惩罚三妹 令她临下难安 不如回永乐宫中 再做处置 父皇 我表哥宣驸马 一年奉路不过三百官 三子此身绫络珠宝 怕是不加百金吧 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 颇为阔绰 有时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 身为公主裁员不明 可并非区区家世啊 对呀 你倒是说说 你是从何处 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我 我与人合开九楼所转 是 这是何处啊 父皇 这是三妹领地 流通的违避 三皇兄 您我义母同胞 您请告发我 我只知律法有文 皇族子嗣私自助弊 本该就与叛国同罪 你我先是父皇的臣子 然后再是兄妹 你竟敢自欺 私入违避啊 建国不过十几载 你 你这是要灭少王国吗 不是我 儿臣并不知情啊 母妃 母妃救我 母妃救救儿臣 儿臣风力并无狂山 如何出笔 父皇我冤枉啊 父皇 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 运送此笔之人 舍问之下已经确定 这些未必 都是寿春所指 寿春是小钱安王的封地 更是老钱安王属下 彭坤统领 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 儿臣是为他们连累的父皇 三妹 三妹 你莫急着要撇清关系 这些伟兵 能够流进你的封地 那也是你监管不到 罚你也不冤 子善啊 你 就同姬子一起去查吧 他和此事 真是小钱安王所为 那就此 收回他的寿春邝山吧 父皇 他们驻毙 为何小钱安王只是收回邝山 为何不杀了他 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住口 事已至此 你还不思悔改 还妄图 忽乱攀扯 来人哪 来人 把他拖出去 狠狠地打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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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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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 岳飞 药已换好了 臣告退 岳飞 妹妹还有心谱取呢 那圣上分明就是偏心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三兄若觉得罚得不够 我可要求圣上再打一次 务必打断她的腿才好 你 私自助弊 是前的小王爷 女儿也不过被侠主所变 才为令尾臂在风地流通 王伟额就责打我一人 我不服 我不服 少说两句 此话 骗骗你自己也就罢了 再封地用尾臂 明明是你有意为之 否则 你哪来的钱财 买那一身富贵衣衫 哪来的钱财 买那些朱钗头饰呢 妹妹 三公 还有兄长你 三公主她没脑子 断然想不出这种文修军在前冒险 她暗中在后挣钱的法子 圣上妙则令严查 那是为了 要给我们月室留那么点脸面 三皇兄如何会知晓我封地流通尾臂 定是有人背后在对付我们月室 要不 要不 是长秋宫内部 要不就是那林不宜 还有个车要上 你怎么没得设计我 害得一包干班烛火 我何也会被父王发现 还不是你蠢 我怎会伸出你这般蠢笨又眼皮子浅的女娘 我倒要感谢陈少商 若非她一番设计 加之你三兄主动揭发 日后你还不定要办出多少 游损我月室颜面的事来 阿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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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小跟随圣上 你与圣上才是真真切切的远配夫妻 可是圣上心里也这样想的吗 长秋宫为何处处能压你一头 这一次圣上就是看在长秋宫的眼面上 才饶过小前方 可是你呢 那可丝毫没顾及于你的情分 如此重罚三公主 三兄 我曾说过 若谁再提此事 必重罚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阿赫阿 当年我们跟随圣上 可身无常物 那骑士兵马 全部都是来自我们月室 圣上对你一见钟情 更是天下要定取你为妻 可是谁知道 这青梅竹马 终究还是敌不过江山伟业 为了借宣师钱财 用宣师兵马 又纳入了宣师 这其实都无所谓 可是于情于理 你在先他在后 怎么这黄叶已定 他就可以母仪天下 你却成了妃嫔了呢 这不公平啊 宣师为圣上谋天下 清尽全部圣家 曾经追随圣上的祸事 也已失去了全族性命 可我们月室 好歹还有你我兄妹二人 圣上为了安抚我 特命两宫同位 这对母仪天下的皇后 何曾公平 对疯癫痴傻的霍君华 又何曾公平 三兄想要的我都知晓 今日我一把话放在这儿 我想要的都已得到 你心心念念的那些 我月和一个都不稀罕 今后少打着我的旗号 给我惹麻烦 若是再有下次 休怪我 不顾念兄妹之情了 好 阿兄 阿兄 阿兄你看 你看我 今日这身打扮可光鲜 我穿着它去见文家阿兄可好啊 甚是好看 上次前安王寿宴 我就穿的是这身 生生压过他月横 你可曾 得罪过月室 我恨月横 命人绑了他 若不是兄长和文家阿兄 及时赶到 那月横早就凉头了 谁知 谁知文家阿兄 刚从那日起便不理君话了 那以你对月师的了解 倘若你我二人遇险 小月后可会及时来救 阿兄你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遇险呢 他 对 岳家军没有来 老前安王也没有来 他们一个都没有来 阿兄 你死了 倒在十几年前的故事 你就死了 你死了 居然在校府内藏珠宝红商 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杏儿又承家四娘子 将此事戳破 以前还不觉 现在想想 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权 实在过瘾 少主公 如你所料 小岳侯与三公主合谋 引诱文秀军上当 怂恿小前安王在封地私自驻壁 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 他也不能打你的气 可惜圣上依旧打算稀释宁人 得当此事是妇人贪财勿事 不再善就了 擅自驻壁本是死罪 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 文秀军小岳后 那圣上为了公平起钱 只能轻拿轻放 大事化小 这次我祝老前安王儿女 逃脱死罪 也算是还了她 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 圣上明知道 以三公主的能力 不足以办出此事 却依旧不追查小岳后 咱们要是想动小岳 只有让她犯下更大的过错 这小岳侯滑不留守 想让她露出马脚可不容颜 那文秀军若是有她一半的脑子 钱安王一脉也不至今日 她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 却还不消停 你们瞧 今日她又暗中给她的儿子王龙送谢 被我们劫下了 展望 钱安王族 怎堪此路 使我受唇 何能立足 盼儿出张 以剿匪之功 崇利为名 剿得钱财 以资另救 真是蠢货 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也不缺察 整日里就只制作这些 贴补带地的蠢事 你们就将此行原封不动地送去往外 再向山匪透过行 说圣上剿匪 不胜不贵 少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欺 留着王淳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 迟早获货 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官 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 家族静灭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秀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 那这日后 如何做得自生的心腹啊 皇后一直向这美颜说你呀 聪慧周全 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 交与你来操办 你这般毛毛躁躁 可操办得了啊 确实操办不了 陛下 绍商进宫学规矩不过粤鱼 诸实不懂 哪抵得上继统阿子 八面玲瓏 再说 绍商还要听陛下吩咐 日日留出心力 与林将军花钱月下谈情说爱 哪抽得出空子 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 陛下 你就不要难为绍商了 这就知道你要推脱 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 偏要把这些责任 推脱到朕的身上 好 背回寿宴哪 朕偏要让你来操办 就不由得你啊 多清闲 什么 王龙大人去剿匪 竟然全军被困 自成 这该怎么办呀 我该如何向父皇秉明啊 王龙擅自带兵出张 私自行动 陛下知道后定然会打你 若想保住其性命 可令其父王淳次官 陛下念及前奥王秦分 也许会饶探明 可我就外辜负王将军 正直壮业 如何能致师啊 自成 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 解救王龙后归来 这样 父皇便不会知晓了 殿下 擅自带兵出征 乃是欺君之罪 可王将军已经是我外辜负 殿下 你身为储君 圣上最不喜的便是 你与外戚走绷过境 身为天子 可屈群臣 不可为群臣所屈 再者 那王淳本非将才 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 他远不配领兵同将 殿下你将来继位 眼中所见心中所想 不能只是一家一族 得是千家万户 为君者 不可任人为亲 陛下 陛下可要三思啊 这宫中 如此多的皇子公主 你将皇后这么大寿愿的事情 交与我来做 我怕我实在是做不好 道也无妨 日后你嫁于子圣 总要操持府内事务 迎来送王的也是难免 于信已能行 就不必再推脱了 陛下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似有 要事 陛下 你这个其实很好 对 辅助 你fat 有事 有事 那好 我先走了 皇后 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 往日的千秋宴 都是如何办的 这个我可是一跳不动 也就是跟百官 饮酒用膳 只是比平常家宴 多了歌舞情贺罢了 他这是膳离之手 如今还被贼匪扣了 此等行为 你还回护他 皇后 方才我兄弟鸳鸯 你看着如何 皇后 和缓冰之计 如此红堂辩言 你也说得出口吧 威威黄龙这个蠢物 你是要欺君吗 你身为蜀君 当懂得国事家事 输情输重 任凭在清境之人 勾犯国法 也能从严处之 你看看你今日求情的 伪情无恙 堪承得上一个储君了 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 我可借送茶之时 偷偷去查看一番 不必了 太子被圣上殉职 也非守死 圣上发过火 过几日就会算了 多怪于教子五方 才会让太子随了余的脾性 软弱寡断 任人为亲 谁说的 皇后是这世上 最温柔体贴的女子 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 才这般地得人心善 但日后太子继位 定也是一位 宽宏仁厚的明君 若她只是寻常人 于定会为 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 可她偏贵为储君 她人是天下之主 这便不值得骄傲了 储君为何不能良善人的 这是何来的道理 圣上开朝不过十余年 根基尚且未稳 时时刻刻需要做生杀决断 太子虽宅心仁厚 但未必是最适合高位人选 若她只是个寻常孩儿 而鱼只是个寻常阿母 那该多好 那该多好 不值得验 但未必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 一边 最适合的 是 也不披荐医生 万一着凉了 如何进宫 不是皇后啊 阿姆 我出生之前 你可有想过 我会是怎样的人 怎么 突然问到这个问题 今日皇后跟我说 她希望太子是个平常孩儿 女朋友不为生 但只要快乐 平安 便就是最好的事情 阿姆也是死般想的 我就知道是我想太多 阿姆最不喜欢 碌碌无影之夜 阿姆心中的孩儿 定着像洋洋 阿子那般 乖乔懂事 又怎会是我这样 又不听话 我还连固执着的女鸟 是我连阿姆失望 娘娘回去睡了 夫人怎么了 为何不回屋休息啊 刚才鸟鸟问我 嗯 期待她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半夜 她怎想 问这些没头没脑的话 今日皇后跟她说 希望太子 做个寻常人 远离朝堂是非 鸟鸟也是第一次 体谅到了做父母的心酸 不过 不是为了我 人长大 那只有父母两位老师 从他人出学来 也不是坏事 总比一辈子都不懂 体谅父母强嘛 夫人怕是吃醋 遥遥从皇后处 学会了体谅父母吗 这有什么呢 我只是说说而已 夫人不要生气啊 该不会不让我回屋吧 还不会哦 绍infl Buffalo 你们不要亂rencies 感谢周欲 我们 能不能 离婚 我